而像是文件发送 语音进步调等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很多人都很愤怒 甚至还有人说 要不是微信上有同事 家人 他们都会回到QQ上 然而 从2022年起 微信的研发团队 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除了语音播放之外 还多了一个新的功能 那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可以发送一些重要的文档 智能手机越来越受欢迎 微信成为国民软件 虽然微信在我们的生活中 占有很大的比重 但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它 用户不满足于微信 在功能上有很多不足 以前微信的照片和视频 都是被系统压缩的 有些大的文档也是有发送的 这个限制肯定会给微信的工作 带来很大的不便 当然 微信作为一个没有内构的商品 必须要通过广告来提高自己的利润 同时还要保证功能的完善 和提升用户体验 从而保证自己的品牌和长期的发展 自从微信诞生以来 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 它的语音聊天技术 已经突破了最初的限制 随着手机的普及 它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微信已悄然更新 新的功能正式上线 网友终于解除限制了 毕竟和QQ比起来 微信的功能就差远了